一早去買了昨天好吃的法國麵包 就騎上機車 往美山勝利出發 行程大約一個多小時 在越南騎車與在台灣 感覺有點不同 風吹來非常涼爽 路況還可以 但當地人騎車很隨興啊 逆向騎的一堆 漸漸的使出了城鎮 在貨火車上面還佔了人 在貨火車上面還佔了人 對機車不大友善啊 在進入美山勝利前 貝蘭夏 告訴我們 這裡可以免費停車 也好 騎了那麼久休息一下吧 順便吃早上買的法國麵包 咖啡 咖啡 和飲料 越南幣50K 進美山勝利後發現 裡面就有免費的停車棚 當地人真會做生意啊 美山勝利門票 兩個人越南幣300K 等於新台幣390 往裡面走 右邊是博物館 打算出來時再看看 經過博物館 過橋 準備搭園區接駁車到園區內 2千塊 然後 這裡再走 拿去 木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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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路程還蠻遠的 進入園內就開始徒步了 但是它沒有偏光效果 看到走過來的歐美 旅遊客穿著都很清涼隨性 巴不得把自己曬得黑黑的 反觀一路遇到的騎車的越南婦女 個個把自己包得緊緊的 也不怕悶到中暑 夏天到了處處都是殘民生 第一個遺跡到了 遺跡破損的還蠻嚴重的 修補的痕跡很明顯 步道上的樹蔭不茂密 所以還是很曬 路邊偶有草棚搭設的棚 天哪 是販賣衣服的 啊... 為啥不是賣水喝飲料呢 why 這個魚子 應該都快解體了 真是斷圓殘地啊 新磚修補的痕跡也太明顯了 美山聖地號稱小吳歌窟 但是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看過吳歌窟之後 真覺得這裡 就沒啥看點了 沒有錯開了 我只是粉絲 多壞 亂ители 都不滿意 挑著 很爽 都不滿意 吃 就說 很爽 為了 日機 一些瘦手石雕 冰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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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瘦手石雕 保存的還算完整 这个蒜角是比较完整的 四面的石头像的话都没有被破坏到 而且是真的是土的 有可能 它也比较大组 小一点的话可能就全部都都分化了 就拿来做柱头的石头 可能这是云武园之类的 就拿来做柱头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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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石雕展示室 这个展区应该是美三圣地里最完整的一区 我们是早上六点多出门 到达园区时还不到八点 因为天气炎热 建议自由行的游客 最好尽量找出门 以免越靠近中午越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较远的那团是台湾游客 今天的台湾团还蛮多的 一般来惠安旅游 基本上都会安排美三圣地的行程 远方传来歌舞表演的声音 这场是来不及路了 下一场表演的内容有三段 会单独上传 有兴趣的再欣赏一下啰 往园区接驳车的方向移动 没有走来实路 在旅游客中的汽车上传 旅游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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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